其實跟剛剛的程式蠻像的 只是差別 所以甚至你如果說要增加那個下一頁的話 我是覺得最快的方法 乾脆就直接 直接就拿這個 這個home的位置 直接對用call的然後直接改就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call哪邊不要call錯了 因為這個連結的位置你可能要點一下 他的位置在這裡 H1就是綠島機場的下方 當然其實你放上面放下面 其實都可以啦 不過一般習慣是放下面 那你可以把那個 這個超連結到home這個連結一直到那個最後 結束這個連結斜線A 這個Ctrl C 一下 那記得貼到他的後面 這個這個地方的後面就可以把它貼上 那記得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他的超連結 我要連結到下一頁是page2 所以你這邊的話 改一個page 加一個2 他就會 下一頁 然後icom的話呢 記得用那個 箭頭向下 那箭頭向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 我記得 雙一號一下 有沒有 就是你把它delete掉 雙一號 他會 有一個清單出現 我覺得Troop這個地方還蠻OK的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 箭頭 D的話是向下 這個是 左 先 左右 上 所以這個 向下 然後 Notes 那裡面的文字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說ness 這個 這個是顯示在 上面的文字 那你打個ness 不過將來當然這個ness也不會顯示出來 把它 再點回來 特別說我剛剛只是把它 由那個這個地方 一直旋旋旋旋到這邊 有沒有 然後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了幾個地方 一這個是連結 二 icon 三 ness 就完成了 基本上 在那個 就是 header上面 如果你有一個他會放左邊 你有兩個 會放右邊 那如果第三個呢 他會再往下 他會再往下 我也會忘了 蛤 他可以左右 往下 喔 我一般的沒有這樣放 這樣放 也怪怪的 左右左右各 各放一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這兩個 一個 左一個 右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直接在這個地方 做完之後 然後就把它來 看一下 即時 這時候有沒有 我們會出現一個home 然後一個ness OK 游標放上去也home 那這個是ness 按下去他就ness 就page2 OK 那上面當然沒有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把程式貼到哪裡 南遙漁港 這個的後面 他一樣有沒有 會有那個 剛剛的 這個跟這個 其他都一樣 這夜尾警規也自己再做一下 那這樣完成之後呢 我們今天大概 就 先到這邊 後面還有變顏色 變顏色 可以自己先玩玩看 在那個 我下面有個修改布景主題顏色 那第一個當然你要先找一下官方網站 Synro 記得指定的版本 一定是1.01 這個因為 除了這邊還有 我還有在那個我的部落格裡面 的phone gap懶人包裡面 那你找到phone gap懶人包裡面 這個我部落格裡面 phone gap懶人包裡面 那各位可以找到這個 就是 就是Synro 你可以利用這個來看 那這裡面的話 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要怎麼做 怎麼做 比如說超連結到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連結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 有個Synro 裡面的話就是 反正1 先 切到那個什麼 指定那個 1.01的版本 因為你不要用太新的 新的不行 那不過 未來我們會改版 我們會改那個1.45 所以 未來這個版本可能要再改1.45 顏色才會對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制定一個 A 頂多制定一個 B吧 大概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兩個 然後呢 再把它的那個 最後完成的 結果檔把它download下來 名稱也許叫什麼 這個名稱 我叫做106APP 然後再來 就是 分別 就是在 再來就是 把 下載下來的東西 怎麼樣 解壓縮到哪裡 解壓縮到 我們的 JQuery Mobile的根目屋底下 會有它 裡面只要其中一個 106APP的 叫什麼 MIN 這個 點CSS 那 未來呢 請你在這邊 加一行這個 指定你的布景主題 再來的話 其實就會有 最後的這個效果出現 然後你會發現 修改完之後 我剛剛的這個布景主題 整個就不一樣 顏色就是由你自己決定 那 就是在那個什麼的 任何的 屬性上 比如說Footer 你想要改 你可以 自己再改一個 也許ABC 你可以好幾個 甚至26個 你全部都可以 重新制定 那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還有影片也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試一下